我认为他会继续领域台湾 在下一个月的力量 对冲基金创办人巴斯大胆预测台海局势 因为中国攻台可能牵一法动全球经济 美国CNBC报道分析为了预防最糟的状况 拜登政府才会先下手为强 在8月10号下令限制美国企业 对中国在半导体人工智慧和量子运算的投资 乌克兰军事专家也指出 美国在军事技术研发上与中国脱钩 都是为了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准备 倘若台海真的战争相对乌克兰也比较不痛苦 关注美中局势发展的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分析 中国疫后经济复苏法力可能持续衰退 届时攻台就能让不满的中国人转移焦点 习近平是攻台为指正目标 美国当然也得预先做好准备 经新闻李梅杰周成为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 静下车站 静下车站